各位朋友,流浪美国的博士孙卫东一直呢,本台第一时间关注了这位华人的命运,是吧? 那个我一直担心啊,救急不救穷,孙卫东呢,从街头住到了好心人的资助,校友会啊,什么之类的 前两天呢,又传出了孙卫东向路人抱怨啊,这个校友会啊,不给他自由啊,之类的是吧 我就担心呢,孙卫东的命运呢,可能又要发生变化 前两天呢,也有粉丝给我发过来,说这个孙卫东在国内怎么有人传,他已经又回到街头了呢 是吧,这个,说有人在纽约街头又见到了孙博士了 这个又恢复原本的状态,在街头流浪乞讨为生 那是真的假的呀 我今天要给大家辟个谣啊 这个复旦,这个复旦校友会,现在呢,还是在这个,可以说是做慈善吧 还是在照顾着孙卫东博士啊 复旦校友会,目前呢,而且呢,通过这个,他们呢 孙卫东也联系到了自己的家人啊,我一直是觉得挺揪心的,就是说这么这个长时间过去了,为什么他的家人不联系孙卫东 是吧,就是说,可能这中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对吗,是吧 哎呀,令人欣喜的是,他那八十多岁的老母亲,终于和孙卫东通上话了,让我感到很欣慰呀 我亲,你好,阿妈你好 阿妈你好 阿妈你好 你好 你好 啊 呃 嗯 嗯 那可以,啊 嗯 嗯 嗯 开着了,开着了,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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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对,那兄弟你,你,你,这个,呃,一起,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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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些正常了 一些好 希望你一切好了 就因为说一些给我讲的情况吧 对 我也看到你了 我身体还好 身体还好 我在美国的身体还好 后一切差不多 一直是老的样子嘛 所以 变化不大 没什么变化 我身体还好 身体还不错 我也希望母亲的身体好 希望妈妈的身体好 身体还好 820岁的母亲 终于见到了这个失散了20多年的儿子 而孙卫东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人 这就是这两天的事 各位 那没早 而且呢 跟他的弟弟孙卫星也通上了话 关键就是他的家里边 母亲是由他弟弟照顾的 关键就是他的弟弟如果原谅了 或者说是认了他这个哥哥的话 那孙卫东回到中国的家庭里面 那就没有什么障碍了 那医院里面都查过了是吧 医院里面就是说 就查过了 这种这个朋友 就查过了 那医院里面就是说的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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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了 对有机会讲起去 因为对因为我妈已经睡了 对对 因为其实永远有时差的吧 母亲 你好 妈妈 你好 妈妈 你好 妈妈 你好 那可姐 看到了 那你对 那希望你一切正常 一切好 希望你一切也好 因为说一些跟我讲情况 对 我也看到你了 我身体还好 我在美国的身体还好 后一切差不多 一直是老的样子 所以变化不大 没什么变化 我身体还好 身体还不错 我也是我母亲的身体好 我需要妈妈的身体好 身体还好 孙博士确实身体是真棒 在美国流浪汉的平均寿命才五年 孙卫东流浪街头十六年 身体竟然没有出什么大的毛病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啊 那这个孙卫东的这些校友们 也在积极地帮助他 其中呢还有一些非常有实力的校友 对 然后 比如说 这个 有些照片是这个 那个谁啊 那个 吴师兄拍的 对 然后大家放在上面 那么大家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大家还是很关心的 比如说这张四号是礼拜 礼拜 大家都听起来了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大家的评论 这个 这个也可以看看 嗯 对 现在来考虾板 很精神 对 对 对 然后 对 对 嗯 社会上也标记一下那个写的社会 现在因为你写的社会肯定是跟 你以前呢 肯定是还是有有有有有有有变化的 因为就是在我现在我都有点感觉 这是跟他的弟弟在通电话 在跟他弟弟通电话的过程中呢 他数次呢 试探着询问家里的情况 委婉的表达了回家的意象 啊 这个孙文东呢 现在应该是完全了解自己目前的处境 不能依紧还乡 容归故里 对他这样的人来说 是一件很没面子 很不光彩的事情 当他拿起手机和母亲的视频通话的时候 脸上露出了汉有的喜悦之行 啊 看得出来流浪在外的他想念母亲 想念家乡了 回到故土 对孙文东的病情来讲 应该是一剂最好的良药 但是呢 他不敢直说 只能小心翼翼的试探 弟弟的口风 询问 递习等人的态度 其实 孙家人可以主动的向孙文东 这个递出回国的邀请啊 保留这位读书人最后一点的尊严吧 孙文东回国以后呢 也不会给孙家带来经济上的负担 有位无性的企业家已经在上海准备好了办公室 虚伪以待 只要孙文东回国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 可以到他的企业工作 薪资待遇优厚 而且呢 吴总的企业是从事着物理研究这一块 也是孙文东热爱的事业 相信呢 以孙文东的才华呢 还有在这个领域发挥余热的这种价值吧 而且呢 孙文东的复旦的少年班的同班同学余中华 亲自呢 背负纽约将代为珍藏的复旦大学毕业30周年的纪念章 亲手送到了孙文东手上 就是刚才的那位校友 于中华是国内投资阿里巴巴和京东的第一人 历任光大证券投资部的总经理 今日资本集团的创始合伙人等职 也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孙文东的同学很善良 人脉也很广 现在的问题就看孙文东他的家人啊 能不能接纳他让他回国了 孙文东的价值只有在中国 他的流量还能够变现 在美国说实在的救急不救穷 谁能照顾他一辈子呀 除非是亲人 对吗 各位 有些人肯定会说 孙文东已经是美国人了 是不是 他回哪个国呀 善良点点个订阅 咱们感谢再聊